大家好 今天买了一点香瓜的种子过来 然后种在我们鱼塘这边 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吃香瓜了 然后种之前把这个鸭子喂一下 现在这个鸭子这边没有几只 估计好多鸭子又下去了 然后要把它们赶上来 老是下去 又有好多鸭子跑下去了 改天等我们灶台搭好了 首先吃它们 烤着吃 炖着吃 改天要把这边围起来呀 下面的稻田现在还没有种水灶 下去了没事 下面的稻田种了水灶 下去了那 这些鸭子就遭殃了 肯定会被打死 吃一个毛刺啊 肯定会可 这个花开得好漂亮 现在这个鸭子已经喂好了 然后把这个香瓜的种子 种下去 这一个坑里面放两粒种子 就可以了 我放三粒种子 然后撒一点土在上面 种了香瓜 过几个月就可以吃了 就不用买了 然后过一段时间 再把那个西瓜也种下去 哎呦 这叫声 哎呦 被刺给刺到了 哎呦流血了 这个叶子好锋利啊 你叫什么叶子不 那个 叫啥我都忘了叫啥来的 我叫狗嘞 狗嘞啊 普通话叫什么 普通话叫狗嘞 普通话你不知道 哈哈哈 刚好这个山脚下呀 也没什么杂草 哎呀这里面好多白衣呀 一窝 这么多 这个地方不重了 很远一点 你这 现在这个种子已经种下去了 刚才在那边赶鸭子的时候 看到那边有一坨牛屎 把它弄上来 然后撕一下肥 就这样 一坨牛屎 那边也有 有这一坨就够了 放在这个种子 周围 不能放多了 放多了 估计会烧死 用手快一点 用手快一点 嗯 老表你来 等我来 这一坨牛屎 刚好 哎 因为这一块地啊 我们会用来 做菜园 这里面 种一些菜之类的 做饭啊 就方便了 有些菜就不用去买 刚才我老妈 打电话来了 回家吃饭 饭已经做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